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剑进来又加班 不回来吃饭了 三 四 五 六 这么下来 小剑 好棒哦 鸡 那行吧 那你少喝点啊 朵朵 跟爸爸说晚安 来 那我们接着讲故事啊 阿姨走了很久很久 可是依然没找到大海的踪迹 阿姨觉得可能自己一辈子都找不到大海 就在他们打算忘记的时候 你是卖给公司了吗 老板明时回来要听工作汇报 我们也没办法 多多呢 我来跟他说 多多呢 我来跟他说 爸爸跟你说 多多啊 爸爸要加班开会 你呢 先跟小朋友们一起吃饭 让我好好想想 想要什么生日礼物 爸爸去给你买 知道了 好了好了 吃饭了 来 开饭了 走吧走吧 来 爸爸 多多 我想要一个能存钱的礼物 这是一个特别神奇的 可以存钱的礼物 只要多多乖乖听话 表现得越来越好呢 存钱就会越来越多 好不好 嗯 爸爸 今天我帮奶奶 把个把怪 哇 好神奇的猫咪 好玩吧 好玩 好玩 谢谢哦 我们下次再来吧 你客气什么 有风再来 妈 我想要那个 哦 这个呀 喜欢这个小坏猫是吗 来 阿姨送给你吧 谢谢阿姨 给我 这是爸爸送给我的 不行 这是你妈妈送给我的 好不给 妈妈给我 没礼貌了 多多 好玩 哎呀 哎呀 我这不给你 这孩子 快跟花花道歉 你怎么没礼貌 多多 我们要懂得谦让 懂得分享 你知道吗 啊 我就不给 你今天是怎么回事啊 不就是一个小花猫吗 让爸爸再给你买一个 我爸爸买给公司了 现在我有钱了 我要爸爸买 我 你是卖给公司了吗 多多啊 爸爸要加班开会 你妈先跟小朋友们一起吃饭 如果把妈妈分担家里的话 奖励五块没花钱 按时睡觉呢 十块 如果多多在幼儿园 得到老师的表扬 那就奖励二十 都可以 也很明显 再来 要kah 在那里 还发不出 来 那个